德國總理講得很清楚 美國這個白宮也出來講話 國務院也出來講話 那俄羅斯也講話 你真的要派兵過來的話 就直接參戰 大家走著瞧 是不是就是一個核戰的概念 那當然講到北約 北約又這個擴容了 除了芬蘭之外 瑞典也加入成為32個成員 瑞典過去都是嚴守中立 他在這個蘇聯解體之後 他就大家猜測 他的陸海空全部都大猜 那但是這次呢 在俄乌戰爭發生之後 他的這個危機感一下子起來 所以申請加入 在芬蘭之後 他也順利加入 那他的一加入呢 有人就這樣形容 什麼概念 什麼影響 波羅的海變成北約德海 就是整個北約 整個波羅的海 可以說是北約拿下 那與此同時 還有個軍事的 我讓這個麗將軍一起講 就是大陸的央視軍事 又公布了一個新的畫面 這是大陸第一架 隱身無人機首飛的視頻公開 那經過四年的這個研製 它叫天鷹 那雖然這個視頻時間並不長 但是信息含量其大 也是一個中國力量 我先講這個隱身無人機 就是殲-11 其實之前它因為沒有公開的飛過 大家只是傳說中 但那數據大概都出來了 那它未來來講的話 這隱身無人機 它搭配的就是殲-20 當著殲-20的中程療機 殲-20我們都知道 它已經改成雙座了嘛 後面那個飛官大概操作就是隱身戰機 就是殲-11 就是這款飛機 殲-20的撩機 對 殲-20 因為它這個飛機也是撩機 殲-20也是隱身的 這個也是隱身的 兩種隱身無人機一起進去 那就攜帶量更大了 它不是交往殲-20帶著炸彈 它這個也可以 在攻擊的時候 它可以在前面 先行攻擊 先行轟炸 保護主力戰艦殲-20的安全 在撤退的時候 或者遭到敵人攻擊 它可以掩護殲-20撤隊 所以它跟殲-20搭配在一起 就不是1加1等於2 可能1加1 可能等於4還5以上的戰力 那我特別要講一下M1 這個A1戰車 這我現在以軍事的眼光 戰鬥的眼光 來跟大家講這場戰役的過程 從這個裡面我們就會看到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無人機面前 所有戰車 不管你個型的戰車 一律平等 全部都可以擊毀 真的啊 不管你是什麼美國神話不神話 不管什麼戰車 我們現在看到都這樣 那它為什麼會被擊毀呢 它沒有帶遮陽傘 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所有 烏克蘭或影片上面的戰爭 包括到以色列的梅卡瓦坦克 他們都有做一個遮陽傘 上面做一個棚子在上面 就是防無人機從上面丟炸彈的 這是第一個 所以說如果說是無人機在未來的話 一定會改變這種戰車的這種戰術戰法 或甚至於改變這種武器 這是必然的 因為我們到現在看到所有被 不管是在以阿戰爭 以巴的衝突或者是俄烏戰爭裡面 被擊毀你再好的戰車 包括俄羅斯自己的T90戰車 都一樣被無人機擊毀 所以說無人機的出現 可能會改變未來戰爭的趨勢 那這次M1A1戰車為什麼會被擊毀 其實倒不是炫耀 我跟各位講 它這輛戰車我去研究過 它是47旅 47旅是北約裝備給烏克蘭的 九大金剛的其中一個 對他們來講非常的珍貴的一支部隊 等於北約幫它訓練的這支部隊 好 那美國把這M1A1交給烏克蘭的時候 提了幾個條件 第一個你不能讓它做第一線 萬一被打掉的話 我的機密資料就洩漏了 而且就是將來我要外銷的話 人家不會買了 對不對 包括德國爆二戰車現在也是這樣 當然外銷會 那個戰車可能就已經在戰場失去優勢了 所以美國來講 第一個就是你不能把它用在第一線 第二個條件就是說 我在M1之前一定要有一部 這個排除地雷的戰車 我的戰車M1要走在這輛戰車後面 也就是說我不能被地雷炸掉 第三個條件 M1戰車出去的時候 旁邊還要跟一輛拖車 萬一我不小心被擊毀會壞掉的話 你要用這輛拖車立刻把我拖回來 一定要確保他的安全 所以他有這麼多的限制 那為什麼還會被擊毀 這是M47旅 他為了救阿富迪夫卡撤退的部隊 他衝進去 他都已經來不及裝這個太陽傘 或者是按照美國給他的規定 因為阿富迪夫卡這些部隊在撤退的時候可以說是潰敗 潰逃 那很緊急 你必須要把追擊部隊擋下來嘛 所以47旅他是負責去做這件工作 把俄國追擊部隊把它攔下來擋下來 所以在很緊急的狀況之下 他把這輛戰車派出去了 去攔阻俄羅斯的軍隊 那他就沒有把那個太陽傘撐起來 所以是個倉皇情況之下的一個 對 然後衝然的把這輛戰車衝去第一線 就沒有按照美軍的指示 說前面派除了戰車 後面派的拖車跟著走或幹什麼 那這樣美國會不會欺詐 美國當然欺詐 因為這後續影響的 對不對 我們台灣就要考慮 你還要不要再買M1A 但是我們買的是M1A2 他就立刻破功了 因為之前不是吹得很神嗎 對 那德國的暴惡戰車也是一樣 所以其實你不要以為 歐美國家他們在那邊 其實他打的算盤都是在做生意 宣傳片 是吧 這個另外我要講 北約這個問題現在來講 他一直其實 我跟你講歐洲其實一直很怕俄羅斯 從歷史上來看對不對 拿破崙去打俄羅斯也慘敗 希特勒去打也慘敗 所以他們其實心底上面 對俄羅斯來講 是一種懼怕恐懼的心態 那所以他們叫烏克蘭你去打 我盡量幫你打 那馬克宏認為說 現在烏克蘭可能守不住 我去幫他打 但他注意到一個訊息 現在到現在為止 北約還在演習 到5月份才會結束 叫2024捍衛作戰的一個演練 規模到9萬的一個士兵 然後空軍也動用很多的 個性的戰機來做演練 其實北約已經在預防說萬一 俄羅斯戰敗來講的話 那他們後續來講 要用什麼方式來堵住 俄羅斯不要繼續攻擊他們本土 第一個受攻擊的一定是波蘭 波蘭被俄國跟德國 瓜分過很多次 再來就是這波羅的海三小國 還有所以現在瑞典 為什麼打破200多年的中立 也要加入北約 我覺得這些 這個北約現在 歐洲這些國家心裡頭 可以說用三個字臺灣話講 要剉內彈 萬一烏克蘭戰敗來講的話 緊接著就是 所以馬克宏是自撞槍口這樣 自己就等於說要面對的 俄羅斯的這種武力上的威脅 那俄羅斯本身就是戰鬥民主 他很兇悍的 就我見奉命撞你見 他就去撞了 所以我覺得可能來講 北約大概現在來講 他們很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 烏克蘭會不會戰敗 那我這邊幫你再講一個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損比 他們這兩個數字 我們大家當作參考 可是如果說按照哲雷斯一講的話 他的這個戰鬥力 是在所有名將之上 因為德國跟 德國那時候去打 蘇聯的時候 他們死亡的比例 就是戰死陣亡的比例 是2比1 2比1 就是說這個 德軍來講的話 他後來雖然他戰敗 他死一個 俄羅斯死兩個 因為俄羅斯在那場戰衣 他們這個裝備還是比較弱 尤其是那個 但是也就2比1 那如果說按照 德倫斯基的說法 他只陣亡3萬人 然後他殲滅了俄軍12萬人 18萬 他只有18萬 那6倍 也就是說 6比1 小澤是希特勒的6倍的公平 對 小澤比希特勒厲害6倍 對厲害6倍 所以這個數字 大家當作參考 這個東西真的是在吹牛 那大家希望說不管是 2比2 但44.4萬 你覺得那個 這個小澤跟老普 老普也在吹牛嗎 不是 雙方一定都吹牛嘛 為了鼓舞士氣對不對 為了安撫民心 他們一定會做 但你認為誰的死亡人數比較多 我個人到現在我一直認為 我認為烏克蘭死亡人數 應該比較多 因為合理來講 對不對 你今天攻擊方跟防禦方來講的話 這種戰損比 大概我們合理來講 我不敢說一定是怎麼樣 可是現有從戰史上去找的數據 就是德國跟俄羅斯之間的戰鬥比 他們陣亡的比例是2比1 所以說那從這一話 就把烏克蘭小澤講的話 就戳翻了嘛 那還有一個就是芬蘭跟瑞典 特別是這個瑞典加入之後 你看它的地理位置的關係 北約如虎添翼嗎 我特別要講 瑞典它其實從這個西元18 哪一年詳細我不知道 但是它從那時候它就保持中立 其實它一直沒有受到戰火的軸運過 它的國內其實反對的聲量也很高 還是希望要中立 其實瑞典國力是很強大的 你不要看瑞典它自己 我們台灣有一款車 以前有賣到台灣的叫SABA 你記不記得SAAB 其實SABA是做戰機的 它是瑞士戰機 它自己那麼小 你不要看它那麼小的國家 它是有自己可以設計自己的戰機 從頭到尾都它自己生產 那為什麼它有這種國防實力或工業的實力 就是因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沒有打到它 它一直是就是沒有在戰爭的狀況之下 那瑞典為什麼這次要加入 當然就是說在北約國家希望 因為你有工業生產力 你有軍工的實力 我當然希望把你拉進來 這個是北約的這種打的算盤 它把瑞典拉進來 那瑞典本身來講 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說烏克蘭戰敗的話 可能它也會擔心說 會不會俄羅斯下一個攻擊的目標事務 因為你看瑞典的地圖上面 我們剛剛講波羅的海 俄羅斯有一個波羅的海艦隊 就是在那個地方 那它會擔心 如果說是俄羅斯擴張的話 它為了維護它自己波羅的海艦隊 那個海灣地形很複雜 它這個其實你說是海又不是海 說是彎又不是彎 可是瑞典就是這樣的位置 它跟芬蘭在一起 那它會擔心說 俄羅斯會不會以後對我採取攻勢 這是它的想法 那北約的想法是 你有很強大的一個軍工生產能力 還有國防實力 那我希望也把你拉出來 來參加我們一起來對抗俄羅斯 那瑞典的老百姓他心裡會想說 那我們要不要去參加這個 那面臨他們智慧的一個選擇 對不對 他參加以後有可能保護他安全 但也有可能也因為這個樣子 被拖出戰爭裡面 所以瑞典的老百姓 他不見得死 我們百分之百贊同 因為他已經和平了兩百多年 都沒有碰過戰爭 兩百多年沒打仗 所以對於這個改變中綠的政策 事實上在瑞典內部 也是吵翻天了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抗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打開 USSSS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